大家好,我是胖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这里这几天天气非常热,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气候怎么样 今天我想和大家继续聊一聊我的婚姻生活 在前面的视频我有说过,当我知道胖爷把我的名字取消以后 我非常生气,情绪有点激动,也有点失控 然后提出了离婚 说真的,目前我确实也不适合离婚 因为我的条件是不成熟的,我没有工作,也没有钱 那个时候我之所以会提出离婚 其实也并不只是因为他取消我名字这一件事情 而是因为胖爷撒谎 我来到美国有三个月以后呢 我才知道胖爷的妈妈掌管着他的钱 我来到美国有好几年以后,胖爷才同意把我的名字加到他的银行账户上 当时他带着我去了银行 有好多的表,然后我签了字 当时在银行里那里的工作人员问胖爷 要不要把他妈妈的名字从他的银行账户上取消 胖爷说的不用 后来银行人员告诉胖爷 他的妈妈也必须要到银行去签一个字 后来我和胖爷回来家以后呢 胖爷告诉他的妈妈,他也要去银行签一个字 结果胖爷的妈妈呢,在家里面开始装难受 有两天,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家的老太太是非常不高兴 胖爷把我的名字加上去的 但是呢,我也没有说话 过了两天以后呢,胖爷督促他妈妈去银行 老太太呢,终于和胖爷去了一趟银行签了字 他们回来以后呢,我问了胖爷,我说你妈妈签没签字 胖爷说签了 过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看到我们家老太太写的支票付账单呢 我看到支票本上没有我的名字 然后我就问胖爷 我说你到底有没有把我的名字加上去 为什么支票本上还是没有我的名字呢 胖爷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的,我妈妈买了好多支票本还没有用完 等到支票本都用完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支票本上有你的名字了 当他这么说以后呢,我当时是相信了 因为我知道我们家老太太是一个 买东西都买的比较多的人 所以说呢,我相信她有可能买了好多的支票本 我也没有对这件事呢,产生任何的怀疑 这件事情呢,就这样放在那里了 又过了几年 也就是前面的视频我有提到过 也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发了这1400块钱以后 我才知道 胖爷的银行账户上没有我的名字 具体他是什么时候把我的名字又给取消了 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做这种事情确实是非常过分的 我是这么想的哈 如果你不想把我的名字加到你的银行账户 可以,没有问题,你直接给我说 你不要把我当成两三岁的小孩去算着玩 对不对 哎,我把你名字加上去了 我带你到银行去办了这些手续 然后在背后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再给你取消 我觉得这样做事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过分的 所以说那天我提出来离婚呢 主要还是因为胖爷的态度 确实说实话呢 我心里还是有点伤心的 下面来说一说我银行账户的事 我自从做视频挣了一点钱以后 我开了自己的银行账户 油管发的钱呢 直接是打到了我的银行账户上 当我开银行账户的时候呢 我把胖爷的名字加到了我的银行账户 我是这么给他说的 我说的万一有一天我发生了意外 我说你可以把这个银行账户的钱 取出来给Cody用 给儿子用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原计划呢 是想就是说 用我这个银行账户呢 积少成多一点一点的存钱 想将来呢 等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呢 给他一点钱当作生活费 因为我知道胖爷是不可能存钱的 因为我跟他结婚了这么多年 说真的 胖爷的妈妈一辈子没有一分钱的存款 胖爷呢 他的钱被他妈妈管制 当然了 胖爷每一次坐到家里面 不上班的时候 也是拼命的花钱 所以说我已经看透了 就是说 胖爷到老了那一天都不会有存款的 在取消我名字的事情过去以后 我知道了另外一件事情 胖爷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立了遗嘱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见的律师 他也是最近才告诉我的 他说他死了以后呢 所有的东西都归我儿子 当然了 人死以后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的 都要留给儿女的 问题是 我的宝藏在哪里了 如果我儿子将来娶个老婆 对我不好 不想让我跟他们住在一起 我怎么办 再说了 我也不想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我应该也有我自己的生活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问了胖爷 我说我的宝藏在哪里 然后胖爷告诉我 他会给儿子交代好 让儿子照顾我的 我说问题是 你能保证儿子的老婆会对我好吗 我不指望我将来的儿媳妇会照顾我 关于我养老的问题 我早就想好了 我将来到老了 我进养老院 说真的 我真的要感谢胖爷 因为这两件事呢 让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学车子 也就是这两件事情 我才想到了学车子 要找工作 胖爷 胖爷离开这里 去德州工作之前呢 我们两人有了很大的争论 说实话呢 也是吵了起来 确实的闹得都挺不开心的 他去了德州以后呢 他有给我打电话 有给我拍照片 发给我看 就是他所住的旅馆 当时呢 他所住的旅馆呢 也只是临时的 因为过了一个星期 他还要换旅馆 当时在电话里面呢 我们有讨论过 就是找旅馆的事情 因为我太了解胖爷了 我知道他会在星期六 下完班以后呢 直接开车过去找旅馆 当时我是有告诉他 千万不要星期六下去找旅馆 因为不好找 我说你要等到星期天的早上 离开所住的旅馆 往那边去 我说这样呢 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去找旅馆 当时呢 他没有听我的 他还是在星期六的下班以后 开车两个小时 到他所要工作的地方 那里去找旅馆 结果呢 他花了有两三个小时 没有找到旅馆 没有找到旅馆以后呢 他就生气 给我打电话 当时在电话里面 讲的话还是挺难听的 当时我确实也是生气了 我想了 我都跟你说好了 叫你星期天下去找旅馆 你不听我的 你现在找不到旅馆 然后你把这个怨气 出在我身上 还说话这么难听 当时呢 虽然说我生气 但是我也没有跟他在电话里面吵 我直接就是挂了电话 然后把他拉黑了 拉黑了 有一个星期以后呢 他给儿子打电话 然后让儿子传话给我 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给胖爷打了电话 我问他想做什么 然后我告诉他 我不想再跟他讲话了 我说他有一张臭嘴 在电话里面呢 我又把胖爷说了一顿 我说的 我知道你累 但是你也不应该对我发脾气啊 你找不到旅馆 又不是我的错 说实话 我确实还是挺生气的 我不应该就是说 跟他通电话 应该继续拉黑他 你们永远想不到 胖爷给我说了一件什么事情 在之前的视频呢 我有说过 关于我们家老太太 把仓库门锁上的事情 我也说过了 里面有我的东西 在电话里 胖爷告诉我 老太太告诉他 老太太说 他看见我进仓库里面 拿了好多东西 把车子装满了 然后开车走了 不知把东西带到哪去了 在电话里 胖爷问我 他说他想知道 我把东西带到哪去了 当我听到他这么说以后 我觉得非常好笑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把东西都寄回到中国去了 当时胖爷说的 不可能了吧 我为什么说我把东西都寄回到了中国去呢 因为以前我们家的老太太诬陷我 偷他的东西寄回到了中国 所以说我这次就说我把东西寄回到了中国去 因为这件事情呢 我和胖爷在电话里面又吵了起来 我问胖爷的 我说的到现在为止 你妈妈说的任何事情 你都是当真了 我说有多少次了 我们都已经证实过了 你妈妈是撒谎了 你还能再相信他说的话 然后我就问胖爷的 以你妈妈的性格 如果他看见我从仓库里面拿东西 往车上装 我说我也不可能进去一次 也可以拿出来好多好多的东西 一次性把车子装满 这是不可能的 我必须要来来回回好几次 才能把车子装满 我说的如果你妈妈看到的话 他能保持沉默吗 他会保持沉默吗 不可能的 后来我也有问胖爷 我说的你妈妈的东西少了吗 胖爷说的没有 他的东西没少 我说的没事的 我说我都已经习惯了 你妈妈编造一些事情来诽谤我 我说随便他怎么编吧 想怎么编造就怎么编造 然后呢我也告诉了胖爷 仓库里面那些 瓶瓶罐罐的属于我的东西 我也不要了 留给胖爷和他妈妈 我以后也不会进到那个仓库的了 现在呢 我把胖爷又拉黑了 我觉得我和他之间没有 必要再继续聊天了 我觉得呢 我们的婚姻 也是走到了尽头 但是暂时呢 我还不会提出离婚的 因为我现在的条件还是不成熟的 我还在找工作 好了 今天我就和大家闲聊到了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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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